好 接著到下一套了 今季名義上是真正的一套機人翻 因為有兩套不是名義上 但是又有機牌人翻了 這套比較正宗向 演型正宗向 有傳統的 始終日星做的 那你又 很難說 看上季一套 都是日星的 日星的東西一向都有點起伏 好 說什麼呢? 我們今晚要說的那套就是Bitty Compact 其實那個故事都老套 我都覺得真的很老套 不過機人片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慶眾去看這件事 我又不是很介意你喬斷老不老套 其實老不老套這不是重點 就是他的面劇情 能否接受到 故事一開始就是講這個男主角 又是高中神 這些東西是動畫統一性的問題 不在這裏討論 因為被一部不明耐理的機器人襲擊 這些是很顯形的事 當然你唯一叫做現在新世代 通常主角不是一開始就有部機器拿的 應該說有部機器等著他拿 通常現在流行是給一個謎之女角去救一救 不是 上季那套好像女角死了才騎入她的機器 總之現在都比較流行是女主角或者女配角 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引導男主角過去拿機器人 或者是他先救了她 讓她進入這個世界 簡單來說就哄她入局 QB 第一集 其實他講到一開始的概念 如果你說影像的相似程度 雖然劇情完全不同 是之前虛冤那套《翠星》 套路的感覺 但當然處理上是差很多 他這裡講的是另一個應該是女主角 我先加設現在她是女主角 應該是的 你看海報他排後面 第三位 第一個男主角 第二個男主角 為什麼我會覺得 其實未必是女主角 因為在PV上面 我們見到 哪裏PV 你說清楚 是去年年出的 還是今年出的 去年 見到那個女角 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那套故事 那套故事是兩套故事 但不是說配對 但不是說屬性 不是那套機器 不過算了 那不知道 那我先當她是女主角 好醜 算了 他其實是由未來世界 來到這個世界 為了保護男主角的青葉 因為他預計到他將會 被人襲擊 被人襲擊 而來到這個時空 那他就 一來到這個時空 他第一件事 就想起 究竟主角 我應該先找他 對他 其實他這裡 純粹表現 主角未來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人物 如果在這個時空 對他 這個世界線 就會發生電動 我懷疑我身不懷 不過算了 因為其實 有個 不可以說讚他 但我覺得他有個好處 他不需要讓人去研究這個問題 他這裡就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一條線 所以 野牛回到這個過去世界 若然他真的 這麼清孽 理論上 未來世界真的會改變 但他這裡是一個單線性的世界 即是 他前後 一條線 不會有分支 不會有便宜的世界 就是容易處理 那 最少是我們不會猜 你不是好像AO那些 我真的不知道你單線 雙線還是 交槍行車線 那條鞋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是那個 你盡早說了 我覺得 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 有些不說 通常是 他未想到 不過你說這套本身 劇情老套 去到第三集為止 我都覺得劇情是老套 其實我都想到的 那套路來說 我覺得他盡量簡單 就簡單了 我覺得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天氣能力不夠高 就時間正常的劇情 我們不介意 所以其實他令到 最初我們看的是 當主角和Healer 一起回到未來世界 不是 是他回去 Healer 不知道在哪裡 其實這裏 這裏有相關的地方 這裏 如果是 他如果這個善性的話 我唯一的解讀就是 在同一個時空裏面 最多要是回到他 他之前消失之後 是的 總之是 由他沒有了他的時空點 開始他才可以回到那個位 即是 若然他回去的話 理論上他是回到他 但結果那時候 不是 消失了一下 那個時空點 那 清妙就是因為他一直都消失了 所以他可以去到任何的時空點 不是 未來已經死定了 他一定在那個時空出現 握部機 所以他一定會去那個時空出現 他就是 呃 這個實際線性 不是 其實這個其實是一個 單線性的問題 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究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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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時空問題 就是 沒得搞得清的 究竟是 誰現在正在走 其實 誰才是現在 誰才是現在點 理論上 如果你說正常 當然是Heela 那些現在點 理論上就是 理論上 就是 如果這樣解決 暫時來說 整個 時空穿越的橋段 暫時是 叫做解一通先 那 主角 穿越了時空 然後就坐上了一部機體 知道為什麼 然後原本就被壓死了 所以 其實 由 近世代 好像 應該不是近世代 由 盤古初期的機人面也是 若然 不是主角的 Test Pilot 其實是一件很慘的事 今次 今次的Test Pilot 是 連機都未上 甚至一句對白都沒有說過 他就被壓死了 名字又沒有 樣子又沒有 不是名字是有的 口似也是 男生有提過的 以後是跟他 說過他的名字出來 但沒有那麼悶 他死了 一人會 主角坐上了這部機體 剛剛去的時空就是 2088年 對 因為這樣坐上了這部機體 當然是很慣怒的 那就要打 不過他就處理了一個 比較叫做 不等主角 突然之間好像 Ace Pilot 或者天才駕駛員 他就是用一個 精神指令共享 是的 他的連結 就是共同兩個駕駛者的能力 可以互相分享 其實他的描寫 我覺得他簡直是把整個大腦的記憶共享 不是記憶 不是記憶 而是失色習慣 我會當是記憶 知道他慣性會這樣做 好像正常說 你回憶起你自己 一個經驗發生 我是這樣做的 而他跟著做同樣的行為出來 所以其實我會 視這個所謂的同調 或者共享 連結共享 其實是把一個人的記憶 摸到另一個人身上 當然這套東西 不知道是否有看這個 環太平洋 其實那個雙人機的設定 其實是好像環太平洋的設定 一個人的腦 是負擔不來的 所以就要用兩個人的腦 然後前面有些事人 然後一下去就死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看完環太平洋 日星有些衝擊呢 其實很有趣的 好像之前 例如你說創性也好 Double也是強調 駕駛完整之間 可以有些共享感情 思想 精神交流失 那些東西 當然我剛才說的解讀 其實會因為這樣 而會有件事 令劇情解不通 若然是這樣的話 理論上 Gio應該會知道 青葉 他的一些記憶 所以就是說 所以其實 我唯一的暫時 因為現在的系統 都未去詳細解釋 其實是共享某部分的記憶 其實只是 應該純粹是身體上的記憶 不是你身體上的記憶 即是你身體 譬如你習慣 你會學到 但你平時那個佬想起 他就不會拿到 你不知道 但是因為本身 本身在第二集的時候 我還會有阿友馬的想法 但去到第三集 那時候 他們兩個的連結 然後阿青葉强制 斷了 斷令 其實 他那時候又說到 好像他們兩個 在精神上 其實已經共通了 不是的話 其實不會有精神衝擊 如果只是 在那一刻 將 E.O的一個 能力 複製了給阿青葉 而他們當中 因為他們 要精神同步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 要做出連塊 但其實 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連結 因為他們兩個 到以前為止 都是各打各的 O.P.一體應該 應該好像O.P.一體 應該好像O.P.一體 不過 這些是基準的 合體記 可能等之後解釋 所以其實 三集裡 暫時大概說的 只是說 阿青葉 來到這個未來的世界 然後 阿希莉 在臨走前 又叫他一定要信 D.O.P. 找D.O.P. 不是 叫他信任他 叫他 你要信 D.O.P. 你要信 他 總之他講話 當然 去到這個世界 大家都說他 當他講話 其實這一下 我覺得有點大力 他來到這個世界 應該還是他原本的世界 作為一個 日本的住民 他又不是什麼 神秘人物 檢查一個戶籍紀錄 沒理由檢查不到 他們說 可以是偽造的 可以是偽造 但是 最基本老實說 你現在的資料 有相有成 有什麼的 你不會檢查不到 至少你會知道 這個人 是真的存在過的 但是究竟 現在這個青葉 究竟是不是那個青葉 你可能會有懷疑 但是不會檢查不到 都叫做秘密部隊 科技歷也有差不多 他在秘密部隊不是戶籍部 大哥 你搞錯了 他戶籍部有多難 他會不會都要打電話 去國會組部 你要明白 如果不是第一集 野牛 一來到這個世界 馬上全部 只是用一部戰鬥型的機體 去核入舊世界系統的話 我都覺得這個世界 可能是 科技 都可能說不去 但如果 由野牛 回過去世界 他可以用一部 戰鬥型的機體 去核入 你不明白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ipod是比以前的八路電腦 即是他未來小型機械人 是比過去的系統 問題 但未來小型機械人 未來小型機械人 未來小型機械人 和當時小型機械人 可能差不多 甚至差一點 又要說到他們 主角所需的部隊 即是國家的 實力是 壓著來打的 壓著來打的 壓著來打不同 即是科技力未必那麼高 你很難查到 查資料 要的 即是警察要檢查你 才能打到 入警署署 找一些資料 我覺得無理 總之 這個其實 其實 我覺得應該 這個位置 你預期覺得 就是他發瘋 或者 如果你這樣的話 其實 你不做這一段 當然不知道他後面 會不會做回 原來真的找到他戶籍的 事情 即是你不做這段 而突然之間 要這班人 相信他是未來來的話 是沒有一個切入點 不是 是由過去來 是沒有一個切入點 所以沒有人相信他 不是 即是你要之後 最起碼要有人相信他 即是 你起碼 不相信他 都信任這個人 現在這個人 對你來說 是患了精神病患者 經常說自己是過去回來 他喜歡病 即是你 你這件事 你不會令到 你現在的成員 去相信你 即是你要他 對這個人 抱一定的信任 除了就是 因為他好洗好用 因為他跟Dio的 同步率是超高 這件事之外 你都要有一個條件 去信任他 其實是 所以其實這一節 我覺得 就算現在不做 我希望他之後 也做回 不要說 因為 之後認識自己個人 覺得雖然你是有精神病的 但我信任你 這樣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暫時 男長因為出於 特性需要 才會用他 一定是不同意的 其實總部 打算帶他之後 就處理了 將這傢伙人道毀滅 男長只是基於 用得就用的環保原則 叫他坐上去 當然在第二次大戰 終於見到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裡面的 那是迫人 這個位置 就是 日星有些 不要弄到 這麼 這件事是A 你知不知道 這件事是A 劇情 我覺得 喂 有些劇情的 我明白 老套 是穩陣 但是 不要這麼老套 不行 沒有 那就多看機制A 沒有 敵人 就是他朋友 不是 總要是這樣的 現在是很過眼性 總之斬駕駛槍 斬到一條縫 人就會看到 那條縫的駕駛員 是甚麼 甚至還要戴著頭盔 可能其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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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面臭裂了少少 他都認到女兒 不然其實他可以 劈駕駛槍的過 但劈到別人 他有D.O的技術 那你又 誤他不了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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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直接砍出他的駕駛槍 就算了 不會太避免人 可能 Heinley的操作其實很高 他可以避免少少 你不要理他 總之 他就是因為 這是大宇宙的意志 畢士已經記住了 他已經是事實 那算了 畢士一定是說明的 一定是他們看到的 他們兩個都 因為其實 他這裡的概論就是 其實 總之 因為其實 這裡會 也沒有了原念的原因 就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 直線型的時空世界 所以 Heinley一定不會死 Heinley最終 一定會幫助主角 這件事 不同之外 如果你覺得是平衡世界 的話 有機會會發生不同的事 但 我們這件事 他已經在第一集 都開宗明義 告訴你 這條女 你檢查硬的了 檢查是何時檢查的 這樣 嘩 Ceta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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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有變動的 其實Heinley只不過是 受到D.O的命令 而去這個世界 其實她是D.O的女 你不要說我灰 你不要說我灰 有這樣的可能性 唯一的不同的地方 我明白在我做什麼 在我兩個男人站前面 Heinley站後面 三個關係 有搞V 人家都精神共養了 都如月了 這樣可以 我又覺得 因為其實 現在她做的事 都真的很大陸 還是很大陸 至少穩定 作畫來說 其實就是一般 很差 她的人的面相其實是挺有問題的 你不要提人 她的機體都很隨便畫 機體來說 就沒有 過我之前日星那幾套 機體搞得很厲害 但是故事又 在某種意義上搞得很厲害 這部的機體比較舊式 就偏向電腦戰機那種風格 即機體會比較粗 身體比較矮 方形線條 不止近年流線型 纖體瘦身美容 那種風格的機設 其實是要有重量感 至少因為本身 現階段為止 打的兩場遭遇戰 都是打這個空中戰為主 所以其實看不到機體的重量 所以我不是太認同 有瑪莉講 其實她是那種風格的機設 反而她走的真的比較 叫做什麼呢 全世界的機體都是比較平安性的 而主角的機體 其實能力上是因為共享的原因 所以令到她出力有兩倍 但是我覺得 她 我感覺 這套東西給我 就是她的機體設定 不會太超過以裝備和戰術為主 可能都會 不是喔 其實她的瞬間轉移 就是超 超 就是兩次化的 那些 那些是 波士機 打過後期的機設定技能 所以其實這套東西 你說 暫時來說 在機設或者 作畫 在戰鬥無論 或者是人物方面 其實 暫時的評價 真的不高 真的不高 因為見到各式各樣的問題出現了 其實我見到就是 無論機體 你說好像剛才所說的 她未表現到她現在的特色 即是 即是 你好像說 革命機或者之前人和機攻隊 這兩套 其實 即是她的劇情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她在機體戰鬥上面 你不可以否認她交了功課 但這套現時為止 其實未交了功課 因為其實 打過場面的處理 其實還是比較弱 甚至人物方面 其實人物方面 穿崩穿得最厲害 就是 大家可能會留意一點點 就是 每個角色的眼睛 是畫得很開的 所以 她們一戴頭盔那一下 你會覺得她的兩隻眼 好像 難聽說 那些青蛙眼 其實會有一點點 摺紮了兩邊 摺紮了兩邊 因為其實 本身你看的時候 你沒理由 人的面那邊 是摺紮得那麼厲害 是會 而且她的眼睛有過大 其實你會看到 所以畫出來 其實每個人的樣子 面相 尤其是正面看她 你會覺得人是超平面的 這個是這套東西 作畫上 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而且今季 現在在報道裡面 講《Gundam Milka》 在戰鬥方面很強勢 所以 如果這方面不努力的話 的確是會相迎見絕的 我覺得 我說《Gundam Milka》 畫得那麼厲害 那麼神 之後的童話也不用做 那些童話也不用做 《Gundam Milka》是一個例外 所以 不用做 他叫做什麼 我經費很多你吹嗎 可能日升保守一點 始終上季《革命機》弄到這樣的樣子 可能 一點點錢 但是 其實你不會 《革命機》 其實是劇情不行 變想令到她的模型很慢 其實她的機設未必不行 當然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機械人的模型 老實說 大部分 小孩子 其實都主流 流向高達那科 那系列 才會多些 你一套新的機能片 而且你說未去到好賣 即使Cookgear的模型 其實都不好賣 因為當然 Cookgear本身是 它作畫出來的樣子 沒有問題 但它模型出來的樣子 有問題 那銀行機公是還未出過模型 其實 所以我覺得 《革命機》那種東西就算了 當然你說這套 我段估它都不會出模型 不知道 這些事情 銀行機公也沒有出 保守觀望 銀行機公也沒有出 其實銀行機公是一家動畫公司做的 我覺得 你以現時為止 完全沒有賣點下的機體 的確有難度 最多給你出Obo運 超合金 交 主角機 主角兩部機 完 最多給你一條女子 其實是這麼多 所以這套暫時 我都給不到什麼特別評價 這套東西究竟很愉快 只可以告訴你 很傳統 很簡 不要說是老土 很簡單 我可以說是 這些東西是很直線向的 我們這幾季 要這麼多新潮的東西 要露東西 我沒有所謂的 應該這樣說 有時有些東西 沒有那麼大的頭 不要戴那麼大頂 沒有 如果你真的戴不起來 你這樣做的話 我反而沒有那麼生氣 剛剛的合合格格就算了 對 你不要搞些 哇 劇情 好像我們剛剛說完的 歡歌 那麼偉大之外 如果是 我覺得你簡簡單單 的觀點去看你 反而就是 我不會有太大失望 至少 那我們這套 講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